在台北市所有的医院 所有莫德纳 不会有任何一剂是过期 请大家放心 针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目前有莫德纳疫苗将到期 若28号前未规划完毕 会回收中央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赶紧回应 早已提前规划 我们台北市其实早有发现 所以这段期间以来 我们对于各大医院的疫苗 每一个批号的有效期限 我们都完全的掌握 那为了让它能够发挥效应 所以把这些疫苗即将到期的 我们就调配到有些医院 它没有莫德纳疫苗 我们就调配过去 那这样的话呢 也刚好可以来提供 中央所规定的 包括第一到三类 孕妇以及机组人员 他们只要到28天以上 就需要接种第二剂 所以我们特别协调了各大医院 开设第二剂的莫德纳 接种的特别门诊 所以说在台北市 所有的医院 所有莫德纳 不会有任何一剂是过期 请大家放心 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一剂 莫德纳疫苗会需要被中央受费 因为我们非常珍惜 每一剂的疫苗 都希望能够打在我们的市民身上 就是台北市政府不断努力的方向 蔡秉昆表示 所有疫苗都可以在校期前接种完成 中央指挥中心也会每天关注各县市将过期的疫苗状况 若打得完就无需收回来启用备用计划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